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翡翠花青的一個玉琢呢 買入價格是買在 兩萬二 兩萬二 好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二十萬元 真的喔 對 那我告訴你 我人生賭錢法就賭對了 真的 為了我媽付出的錢 才是正確的 對男人是做的 在這裡最重要的那一把輸掉啦 那是我外公賭的 他賭的跟我不一樣 是嗎 不是你外公那一把 真的假的 她說是你自己的這一把 我就說我自己 我買給媽媽比較有家 你剛剛說對了 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家人才是最重要的啊 對不對 來 我跟觀眾朋友說 很重要的 剛才我們不是看到那 蒼蠅翅膀嗎 我跟妳說 如果妳看到蒼蠅翅膀 九成九都是天然的 妳就記住 可是那個是扣分的東西 沒有關係 讓它扣個幾萬塊 我最喜歡買到真的 對… 不過我還是提醒妳一下 因為有蒼蠅翅膀的浴灼 通常在佩戴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我稍微解釋一下 蒼蠅翅膀是什麼呢 就是一種反向的結晶 就是說我們結晶 你知道結晶就像要疊磚頭一樣 你這樣一塊一塊這樣疊上去 所以你光線照下去的時候 就是很平順 那就是其中有一塊磚頭呢 它位置不對 所以當光線照下去的時候 你把磚頭那個表面 就當做鏡子來討論 你光線這樣一照的時候 其中有一片磚頭 如果不對的時候 它那個位置不對的時候 光線一照 就那一片有沒有 會反射到我們的眼睛 所以那個就叫做蒼蠅翅膀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中有一部分小部分的結晶呢 是反向的結晶 它是不好的 所以那個地方是比較弱的 一撞就容易斷 這比較小心 比較怕怕 它的密度不會那麼高 密度就沒那麼高 對 所以那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OK 這就是理論 好 來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的 這一個呢 就是 這應該算是比較正綠色了 對 這個是媽媽的嗎 這個是我買給她的 妳這幾歲有這麼多 這個稍微在 就差不多 比這個再晚個一年吧 對 這邊都沒有妳那個 前面那個男朋友送的 其實最後那個 最後那個 最後面那個才是 好 來 那這個也是自己花錢買的 對 這是我花錢買的 這在銀樓買的 這個買多少 這個買 不便宜耶 買六萬五 多久以前了 兩 三年前 兩 三年前 來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觀音號 是有一點厚度 但是呢 可惜的是 後面封底的 好 來 希望我們這個 送給媽媽的東西的話 能夠像前面那個 花青的玉琢一樣 是 妳自己估呢 我估七萬吧 漲個五千塊 應該不夠分 因為買兩年啦 兩 三年而已 這妳自己買的 這我自己買的 來 我們說金額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然後這一個觀音的玉催呢 買入價格是買在六萬五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值多少 請見價 七萬元 賺五千 也是現在賺了對不對 我跟妳說 妳這個是 妳好容易滿值 OK的 妳這是OK的 完全沒問題 然後我把它顯微鏡下面 我告訴妳 為什麼只有七萬元 我跟妳說 這樣子的石頭 我們剛才看那樣子的狀況 那麼綠 整個都是滿綠色 應該理論上 應該要好幾十萬以上 可是我告訴妳 妳的問題 來 妳看 妳的問題就在這個區塊 好 妳看 妳看到什麼 來 請我助理再把它放大 幫我把它放大看 好 妳看 這邊呢 看起來好像是石紋 可是因為都已經出口了 所以這個地方 已經我們稱為裂紋了 所以這個地方 都一大堆的裂紋在這邊 妳看那個整個石 花輪哥這怎麼看出口 我剛才手去撥的時候 已經克拉克拉 顏色還不錯 可是因為石紋太多了 所以這個還是有一點問題 好 來 但是一樣了 背貨沒有問題 沒有賠錢嗎 對 沒有賠錢 沒有被騙了 來 接下來這一個的話呢 這個就是它唯一 留在我身邊的東西 送給妳的 對 它其實有送我其他東西 那我全部在它缺錢的時候 通通賣掉讓它去 所以我資料上面看說 老闆級的好友送的 這個所謂老闆級 就是這個男友 是 那那個是他 他都缺妳錢 缺到早上去 又是老闆級 那個時候是老闆 才會缺那麼多 怎麼缺那麼多 對不對 一般小員工那個 所以妳要是認識什麼富豪 什麼老闆的話 其實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只要是老闆就好了 只要是老闆 早餐店老闆 缺錢也沒關係 對 看起來男生 只要是做老闆就不錯 真的是 難怪現在這麼多人要自己創業 只要掛一個老闆的話 就比較好辦事了 來 老闆為什麼送那麼小顆 沒有啦 因為他 他也是有時候買的都買了 然後這個是他自己 他自己以前在帶的 然後... 什麼 等一下 他是開珠寶店的 不是... 他是做生意的 我在想 可能這個賣也沒有賣多少錢 或者是什麼 這個以前是男生的偽戒 對 對 這是男生的偽戒 這個是男生的 這個不是啦 不是嗎 這個不是也是偽戒嗎 這個都是富太太在帶的啊 所以我被他騙了嗎 當時他到時候說 是他自己在帶的耶 然後這個是我後來 他去幫我做的 這怎麼可能是他帶的 我跟你講 這個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你的...他的前一任 然後收回來再給你 花輪哥 你講得比我還要兇 你連獎金比我還要厲害 我都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反正他已經分開了嘛 我先問一下 反正大家喝喜酒就好了 我剛剛還在眼淚耶 老闆絕對不會是三十幾歲的 不是... 老闆大概幾歲 五十... 大概我大概二十二歲 第幾任了 第幾任 第... 第四吧 OK啦 那無所謂啦 沒關係 無所謂 怎麼跟我沒關係 你就是笨了啦 所以你都知道自己認 他都知道啦 所以你都知道 對啊 不是啊 可是... 那你只是太笨了 這個東西他是另外做的耶 這不是男生的嗎 而且這個也不會是... 這個也... 所以一看就絕對不會是 三四十歲的人擁有的 這本來是金色的啊 對啊 他本來是金色的 這個碎鑽跟這個銀色 白金色的 好啦 我問你啦 他那時候拿給你這樣子 一對的時候 沒有一對啦 沒有啦 這是散的 散的一個一個給這樣子啦 對... 這個跟你換了多少錢 沒有換多少 他就送你就對了 對 就送我 就送你 然後送你的時候他怎麼說 就說他也沒有辦法給我什麼 然後這幾年 我也跟他吃了滿多苦的 然後這是他唯一能給我的 一點東西 但是當時他告訴我說 希望他以後 東山再起的時候 再好好補償我這樣 那你有沒有落淚 當時 其實我當時很愛哭耶 那時候只要他跟我講 任何一句話 哪怕他拿一張衛生紙給我 都會哭 他幫我倒一杯 溫開水我都哭 你現在還在等他東山再起嗎 坦白說心裡會有期待 畢竟我們在一起滿多年的 對 好 來 那個 就是這一個啦 這個是東山再起的時候 東山再起的時候 我吃了很多褲 好 來 接下來這一個呢 他又怎麼跟你說的 那一起的 同時間給我的 就這兩個 這怎麼會一起送 這個東西啊 怪啊 這是整人的 出兩個 你知道嗎 一桶這個湯甘裡面存能量 沒有 你也說 東西不要這樣子送嘛 這樣子送感覺很廉價 弄一個這個給你 等一下後來 見出來微貨的時候 我看你要不要落淚 我告訴你 開玩笑的嗎 那根本就是後來就是歸 因為他如果看到節目不要怪我 根本就是虛取假意 他當然會怪你啊 是你在講 好啦 不要說那麼多啦 這都已經過去了 腳有點抖耶 我先問一下婷婷 這是我青春歲月 婷婷 你現在還在等他嗎 如果等的話 就直接跟鏡頭講一下 對 沒有… 因為現在人也不知道在哪裡了啦 我們剛才虧別人 都虧了很久了 慶玄要不要給他10秒鐘 讓他跟… 對啊 你跟他講啦 就是不管怎麼樣子的話 你還在等待他的一個 東山再起 而且搞不好人家是真情真義 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還值得 那沒有關係 那你去繼續等下去 沒有啦 不要這樣子啦 反正你跟他拗嘛對不對 你才是幾歲而已啊 我應該說吧 就是說這個東西不管他 我當然希望他有價值 這畢竟是我用了不少錢 跟所有的青春歲月 換來最後這兩個東西 而且我後面也沒有再交男朋友 就是因為其實有一個期望在 那這是等於我一起 共同努力過的一個過程 好 這位先生 您如果在電視機前面看到的話 剛剛那番話的話 您應該會有一點點感觸的 婷婷還很年輕喔 三四幾歲 你看他等你已經等了三年 這兩個最重要的東西 今天拿到我們節目當中來的話 他其實已經不在乎他的價值了 而在乎的是電視機前面 他不會聽到這番話的那個人 好 來 來 花倫哥 我們兩個一起說 一起啊 你覺得一起不好 我如果 我跟你講 如果我不管他現在價值多少 那如果是逼貨的話 我等一下還會再給你十秒鐘的時間 你要不要把前面那段話 重新修正一下 剪掉 好 來 花倫哥 現在看你囉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兩個 這個翡翠的一個手鐲 不是 那個戒指 價值多少不知道 我們來評估一下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25萬 哇 OK 25萬 你這算 而且我跟你講喔 這25萬還沒有包括這個 沒有包括那個黑的鑽石 沒有喔 沒有算了 來 我先給觀眾朋友看這個 這個呢 是20萬 來 我們進鏡頭你看 透明度很好 色也夠滿 就是黑了一點了 對 那因為它的形質呢 沒有那麼好 如果在以前的話呢 這樣子的 我是說假如流行性這個跟上的話 是這種叫馬鞍界嘛 這種馬鞍界 如果流行性跟上的話 這種東西 就現在的淡麵來說的話 它大概要到100萬 對 我是說淡麵啦 要比這個還大了 等於是說它的種地跟顏色的話 是好東西 是非常漂亮的東西 這個你看 透明度也夠嘛 顏色也是滿色 可是因為它就是小 太小了 可是要找到這個現在 當然也不容易了 這個是20萬 這個 連鑽嗎 不連鑽嗎 沒有…不連鑽 你再等下去的話 那個淡麵就出現了 現在還是滿安心的 沒關係 好 另外這一個呢 好 你看這一個呢 就是5萬塊的東西 那可是沒有包含那個 裡面的借台了 就把它拿下來 光這樣子看 這個就是5萬塊的東西 這實在是一般般 可是因為就是有顏色 就是因為有顏色 然後已經做成了這個形式 這是目前在 還是有它的市場 就是你只要箱上了 這樣子的東西 這種借台 你只要箱上去的話 那基本上還是有一定的市場 所以是5萬塊錢這樣子 對 今天OK啦 最起碼今天你要得到一個 圓滿的一個答案 應該有出現啦 知道這… 從入行以來這些過程 其實這些東西 等於是我人生的過程 你知道 從外公外婆 然後自己辛苦 然後到一個這樣子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這真的是… 真的耶 外公外婆自己買 對 然後男朋友騙你 然後男朋友給你 對 你看 真的 但是他最在乎的那個男朋友的話 基本上 在這個節骨眼上 並沒有欺騙他 他真的是把不錯的一個東西 留給你 不錯啦 不錯 那就只能祝福你囉 對…你不要跟我說 我以為你剛剛說繼續等喔 我有點害怕 沒關係啦 你如果要等的話 我們也不反對啦 看在這兩個戒指的份上 好 今天非常感謝婷婷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特別歡迎的就是 郭媽媽的東西 郭媽媽妳好 妳好… 妳好 好 郭媽媽其實是 花輪哥的粉絲啦 也是妳的粉絲 也是我的粉絲啦 對 可是妳去買東西 跟我沒有關係 跟花輪哥比較有關係 都有關係 妳不是看了花輪哥以後呢 看到他這樣子介紹以後 後來這兩年 買了不少好東西 對… 沒有好東西 真的假的 是看你們節目後來再買 那… 還一直說看你們節目 妳有… 我有參與集中這樣 對… 妳們兩個都有責任 如果不好的話 妳也是共犯集中 不好的東西的話 那都怪我啦 好 那問一下那個… 郭媽媽啦 妳這兩年大概花了多少錢 在買玉上面 我好多 差不多 我的積蓄 妳的積蓄啊 對啊 這樣子我們還要再看下去嗎 有一點害怕 對… 我買很多 我覺得剛剛那個婷婷沒有落淚 等一下會是妳落淚啊 沒有啦 不會啦 不會落淚 媽媽我跟你說 妳不要花太多錢在這邊 那妳除非真的很有把握 說妳買到的真的是不錯的東西 妳有沒有把握 一半一半嘛 一半一半 來… 我也是賭一半而已啊 我沒有賭全部 好 所以沒有啦 沒有到所有的財產都放下去啦 差不多啦 什麼…到底是怎樣啦 我很緊張耶 妳要是講差不多的話 差不多了啦 我不敢把妳的東西拿出來見價耶 沒有關係啦 欸 花魯哥 這怎麼辦呢 他買了七十幾件喔 哇 妳看 看來妳要參加我們 七十幾 七十幾件 七十手環 還有這種東西還很多 很多喔 很多喔 妳買這些的時候 老公有沒有幫妳 因為玩石頭跟玩字差不多啦 老公有沒有跟妳講說 妳這是真的還假的啊 假的 他都說全部都假的喔 他跟妳講都假的 我兩個也是這樣子 那妳再去買的時候 他都不講話 他就說 妳要怎樣就怎樣 反正又不是我的錢 是妳的錢 他自己的錢 我自己的錢 他自己的錢 所以妳花妳自己的錢 他們反正妳要怎麼花就怎麼花 對啦…自己賺的 郭媽媽 我跟妳說 妳今天如果鑑定的結果的話 有八成是假的 妳還要買嗎 妳要不要聽小孩子的勸了 好 不買 就不買喔 那妳如果有四成以上 是真的 是真的的話呢 再買 再買 再充 四成真的妳就要買囉 再買 沒有超過一半耶 可是清雪妳這樣講 好像不太平衡耶 妳說八成以上是假的 那妳要說八成以上是真的 好啦 八成以上是真的 因為八成以上是真的 他一定買 一定買 四成真的他都買了 買 五成 妳幾成以上是真的 好啦 我這樣子問 我們不要看這邊了 今天六件 我全部都幫妳鑑定 六件裡面如果有一件是真的 妳還買不買 不買 那妳兩件是真的呢 買 只要有兩件以後 他就買了耶 為什麼 為什麼兩件妳就買 這不會虧啊 兩件就不會虧 妳就不會虧 他的理論 OK 因為他買的價格 也不便宜耶 還好 還好 這樣還好啊 妳買的價格是八萬到十二萬耶 差不多 對 所以他以後買不買 清雪都在我的手掌心 還不買 對 好 那沒關係 所以看你們了 好 珠寶生意到底能不能賺錢的話 就看這一通了 來 我們第一個先來看 我們不要看這邊喔 我們看這邊 好 好 第一個這一個呢 是翡翠的一個手掌 買多少錢 八萬多 八萬八 這個買八萬八 在哪邊買的 這個好像在 在哪裡 我跟我朋友一起去買 都忘記 今天妳兩個朋友有拿 我們的小姐是 看到哪裡買到哪裡 所以我不知道 我也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你們自己有沒有買 我們大概不一樣 走的路線不一樣 他們買不住一樣 好 來 我們來 最重要要看這個 不管在哪邊買 但是妳一般買都是在市場 大部分 珠寶店會不會 大部分 珠寶店會 有啊 也有珠寶店的 所以各個地方她只要有看到 喜歡的她都買了 對 可是這個她剛剛說 她是出國的 妳在大陸買的 好 來 妳自己估的話是估十萬 買八萬八 不便宜耶 酒菜公里內吃去玩的時候 光是那個旅費花多少錢 三萬塊吧 三萬多吧 對啊 就三萬塊就OK了嘛 那花了一個 買一個八萬八的一個手桌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手桌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 是多少錢 見價 一千元 大 妳知道為什麼嗎 這個顏色都是假的 假的 顏色都是假的 來 其實這個 教觀眾朋友看一下 如果我們出國旅遊的話 尤其到大陸去 這種東西 因為為什麼 大陸不產這個浴 可是為什麼這個東西都在大陸呢 因為大陸是最大的工廠 是所有染色跟B 或最重要的集散地 所以原料都到這邊去 來 簡單的說一下 你看 我離開 妳看我這樣子看 妳看不出來對不對 我稍微離開一下 妳就會看到這邊的顏色 這個顏色呢 就是染色一塊 一塊 有沒有 妳可以看到一塊一塊 來 我再走下去給妳看 我不能靠太近 不要靠我的手 後面的背景 不要靠太近的話 妳就會看到 有深有淺 有沒有 妳可以看到這樣子的顏色 來 觀眾朋友 妳看這樣子的 幾大幾大啦 對對對 一拐一拐的這樣子 一塊一塊這樣 這樣 這個是有問題的 光這樣子看到這樣子的顏色 這個因為天然的顏色 是一種天然的製色元素 在理論上來說 它不會出現像這樣子 好像一團一團的這樣子 它不會出現像這樣子的狀況 它會比較平均跟均勻的 擴散在每一個它的石縫裡面 所以這個是有問題的 來 郭媽媽 妳這是幾年前啊 這幾年前 好像四、五年前 四、五年前 對 媽媽我跟第一堆 妳頭靠那間你怕 不會啦 不會啦 媽媽 妳有常看我們節目喔 對啊 好 來 這個如果按照我們節目的說法 這個叫什麼 冰種 白匪 白匪冰種 冰種對不對 對 然後妳買買多少錢 買九萬八 在哪裡買 這個就在我們台灣買的 台灣的哪裡 就那個什麼珠寶店 那個 台灣的珠寶店 好像那個細紙買的啦 那這個珠寶店還在嗎 在啊 還在喔 對啊 好 來 給各位看一下 它這邊有很明顯的 一絲一絲的紋路 是這樣子直條橫的 有沒有看到 直紋的 直條紋的 好 這邊看得更清楚 然後呢 它整個手鐲是這樣子 標準 標準 很標準的白匪的感覺 標準 來 我們請花倫哥幫我們看一下 來 它開價開多少給妳 開十五萬 十五萬 所以妳等一下殺到九萬塊 那為什麼會跑去戲子 我喜歡亂跑啊 你住基隆 對啊 所以跑去戲子還OK啦 對啊 那妳沒有到台北市買 我 我有路吃 妳有路吃 對啊 所以台北我很少買 妳舊塞股都起了 妳又怕路吃 對嗎 它有人帶啊 我沒有人帶 台北市每一個人 都馬上可以有人帶的 妳隨便問一下 人家都告訴妳路怎麼走了 來 靖學 我跟妳說 像這樣子的東西 來 觀眾朋友 妳也看一下好了 剛才靖學說 有一絲絲的對不對 嗯 我教妳怎麼看這東西 那我們先說金額好了 好 來 那郭媽媽妳很 很清楚行情啦 因為妳估的一個價格的話 我想應該不至於也 背離行情太高 太多 您自己估呢 妳會有在看啊 三十萬 好 她估這個白匪的手鐲的價格呢 是 三十萬 我是同意的 可是我不但同意妳 而且我還要往上加 那是假的 不是 就不用加了 四十萬 妳如果真的是白匪的話 如果真的是白匪的話 如果真的白匪的價格三十萬 可能搞不好還有一點偏低 對… 我說的是至少都要四十萬 那如果是假的就是 一千塊 對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白匪的一個手鐲 買入價格那是買在九萬塊 幾年前 一兩年而已 就是這兩年了 這兩年 好 這兩年呢 花了九萬塊買這個白匪 到底買對還是買錯 我們來評估一下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 這樣 一千元 我解釋給妳聽 為什麼 我跟妳講 剛才慶雪給大家看的那個 一絲一絲的有沒有 就是這邊它是 剛好是這個方向的 一絲一絲的有沒有 你看這個方向一絲一絲的這樣 可是這個東西 我要特別跟觀眾朋友說一下 我特別帶一個東西 是珠寶店應該都會有的 如果有機會 你去買這樣子的浴石 如果是冰種浴 我教你 你跟珠寶店 要一個叫做 紫外線照射器 可是這是有一點點學問的 我解釋給妳聽 來 我先把這個手鐲 先擺在我們的桌上 擺在一個要有黑底的桌上 就剛好我們這個黑底 然後呢 你這樣看得到 你仔細看喔 然後你看喔 拿一個紫外線照射器 紫外線照射器的燈 就是像這樣子的 那可是我跟妳說 這紫外線照射器有意思 我們說的紫外線 是從200 反正觀眾朋友 你記住就好 這有一點點困難 可是沒關係 你只要記住就好了 從200到400的光譜 我們那個波長 我們叫做紫 就叫做紫外線 那400以上 我們就叫自然光 200到400之間呢 你要求一件事 如果有珠寶商 要拿這樣子的東西 給妳照的時候 你要求他拿315 你就記住315NM 記住 如果你沒有辦法記住 就拿筆寫一下 315NM的紫外線照射器去照 照才會有這樣子的結果 來 我照給你看 如果你拿一個像這樣子的 我照的結果你看 變什麼顏色 紫色 紅的有沒有 有一點紅紅紫紫的 它就會出現像這樣子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照射的結果 意思就是裡面的這個 泛紫外光 泛螢光反映的這個 通通都是樹紫 這是螢光燈打下去 對 紫外線照的結果這樣子 經過紫外線照的光 所出現的這個光芒 我們稱為螢光 正確的講法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螢光 那你看 我把我的手套擺在這邊 你們看我的手套 這是代表什麼 代表我的手套有螢光劑 螢光劑 對不對 對 這就是手上的螢光劑 那我如果拿到一般的 白紙上面的話 好 你看白紙一定會有的 因為這個白紙有漂白的 也是會有 因為你看白紙多亮 白紙也有 因為白紙亮的結果 所以你不要擺在白紙上 我剛才為什麼要擺在黑的呢 因為你擺在白紙上的話 你會照不出來 對不對 它會因為底太白了 所以拿到黑的邊 對 所以如果有螢光反映的話 都一定是逼貨 就好 沒有討論的空間了 就一定是逼貨 這麼強 所以這一定是逼貨 郭媽媽 妳這個店家還在 在 還在喔 這兩年前應該 還在 妳會去找她嗎 看情形 看情形 好 來 媽媽 接下來這個的話 一樣嗎 一樣 同一家嗎 不同一家 不同一家 媽媽沒有關係 媽媽沒有關係 你可以大聲的講 沒有關係 不同家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搞不好是看一下 這個真的喔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紫蘿蘭的一個手索 而且呢 它 來 全部的顏色 在這邊 其實它算是非常的 紫蘿蘭的一個顏色 這很漂亮耶 很漂亮 剛剛那個婷婷一直講說 很喜歡這個 紫色的 好 來 我們給花倫哥看一下 這種東西喔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看喔 顏色是紫色的對不對 對 那通常那紫色的呢 有兩種狀況 一個就是它的結晶呢 都很粗 大部分啦 大概八成以上結晶都很粗 那結晶都很粗的話 那種當然結晶粗就代表了 一條一條的石紋都會在裡面 我們從外觀這樣子看 我們就會看到 可是呢 還有一種就是像現在這樣子的 那種我剛剛說的那種外觀比較 那個石紋比較多的 結晶比較粗的呢 價值不高 還有一種就是這種的 這種的是實紋看起來比較沒有 所以反過來說 會讓人感覺到 它的結晶是比較細密的 而且你這看起來 也有一定的透明度 來買八萬八 你現在估呢 十五萬 十五萬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紫羅蘭的手鐲呢 買物價格是買在八萬八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媽媽賣我